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男族 关注一下咱们一个备战失与赛的情况 那么中国男族在上海的集训已经是展开了好几天了 国角也陆续的赶到了上海进行到一个训练当中 那么全体的训练将会在23号左右结束 然后在那个时候从上海直接飞往日本 备战27号与日本的这场失与赛 包括再从日本直接飞往越南 然后去备战 大年初一与越南就的这场失与赛 可以说两场比赛都是发生在新年年假的期间 那么对于整个国族的表现 相信国人也会非常的关注 大家都希望中国队能够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但是这两场比赛难度都是非常大的 首回合我们0比1输给了日本队 其实输的是比较少 但是整场比赛中国队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 并没有一脚射门能够打正到球门 而与越南队的比赛经过我们的开局比较顺利 2比0领先的情况下 还是被对手给完成的扳平 最后时刻凭借着无理的绝杀 才拿到了迄今为止12场赛 唯一的一场胜利 而如今换了一个新的教练战术 也要重新适应 其实对于李孝鹏的难度来说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此前在视频当中已经公布过 这个蒋光泰目前是已经飞往迪拜 与这个家人进行度假 也就是说他肯定不会参加这次的集训 而除了蒋光泰之外 另外的几名规划球员也不会参加集训 阿兰和这个埃克森早已经是返回巴西 而且没有能够回到国内 他们肯定是不会来了 还有一名球员 洛光复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此前他是跟随中国队 是从这个西亚这边是返回到了国内 认为是有可能会去参加国足集训的 而且他个人的态度也是非常的不错 但是到现在看来 洛光复已经是正式表态 在今天早上北京时间8点的时候 洛光复发表了个人动态 那么通过个人动态 我们能够看到他目前是已经返回了国外 并没有能够在国内 那按照咱们中国十四加七的隔离政策 哪怕是他现在买张机票飞回来 他都不可能参加训练 最多最多就是从这个他所在的这个地方 然后去直接飞往日本 在那里与中国队会合进行比赛 此前的话 李肖鹏在这个训练结束之后 也曾经表示过 那么蒋光泰也好 包括很多的规划球员也好 都曾经表明过 为中国队继续出战的决心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们是不会参加集训的 就像咱们前面提到的 他们会表示 愿意从这个 他们所在的地点 去往日本与中国队会合 然后去三亚里的比赛 但是李肖鹏也是说了两点担心 首先第一 你不去参加集训 集训完全也就不了解 李肖鹏的激战术打法 跟队员的配合也是很有问题的 那李肖鹏他敢不敢用你呢 李肖鹏自己也表示了 他的这些规划球员的状态问题 自己是不敢保证的 那第二点同时 李肖鹏对于这些规划球员 给出的口头承诺 也是表示了怀疑 他直简了道地表示 没有一些口头 单纯的口头协定 没有一些文字去束缚的话 他也不能够确定 这些规划球员究竟会不会 像他们说的那样 对吧 赶往日本与中国队进行会合 进行比赛 因为现在牵扯到规划球员 最大的问题就是钱 对吧 此前他们规划过来 每个月每年的这种高昂的比赛奖金 是由这些民营企业 这些俱乐部背后的老板 替足鞋垫资的 那现在中国足球 现在一个什么状况 我们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这些老板都已经是 纷纷撤资的情况下 不要说这些规划球员的 奖金和比赛金额了 那么就是连咱们国内球员 这些相对看起来 数额并不是那么大的工资 他们都已经支付不起了 所以说没有人在球员 为足鞋买单了 而足鞋这边仅仅 对吧 把这种口头承诺 给到李肖鹏 说实话也是让李肖鹏 非常的不满 也无奈 他的这番表态 也是暗讽足鞋不作为 其实可能从李肖鹏的内心 已经做好了 没有这些规划球员的 准备 准备好了一个B方案了 因为就像李肖鹏自己说的 这些人即便是真的去到了日本 愿意为中国队打这场与日本队 包括接下来与越南队的比赛 他们的状态是怎么样 李肖鹏也不知道 他们对于李肖鹏的战术 也是一无所知 所以说我们估计又能看到 真正意义上的全华班 去面对日本和越南队的 两场食欲赛了